在基隆市政府民政处长张元祥 基隆市姐妹市促进会理事长陈士斌 以及和平岛公园董事长翁静全的陪同下 基隆市长谢国良接待了这一群 从日本冲绳县议会来的好朋友 共同来关心琉球渔民魏林碑的修复计划 基隆大家那么照顾 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特别感谢基隆市 那么我们对现在的这个情况 我们这一次会好好的带回去 然后跟县长做一个报告 然后希望县政府尽早赶快去恢复 我们的开心看到日本冲绳县的赤岭议长 阿卡米勒さん他到了我们基隆来参访 那大家都知道冲绳跟我们基隆 长久以来都有非常深厚的友谊 而且非常好几百年前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愉悦就不断的有很多深度的交流 那今天他们也来到了很具指标性的和平岛公园 让这个他们可以多看看我们基隆的文化 跟过去大家交流的历史 那我们这个过去跟宫古岛就有很 姐妹室然后平时就频繁在交流 那我们也希望多邀请一些日本冲绳的朋友 来访基隆 让他们多了解多看看 在检视纪念碑损坏状况后 冲绳县议会希望能尽速重建雕像 完成修复 据了解原创的日本雕塑家正在努力制作 相信很快就能恢复原状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